臭蟲 臭蟲 什麼是臭蟲 為什麼叫臭蟲呢 讓環保署來告訴你 臭蟲因為牠們身上有臭腺的組織 會分泌出臭的液體來嚇壞敵人 所以人們習慣叫牠臭蟲 也叫做床屍或者是避屍 你不能夠不知道臭蟲 因為臭蟲可以說是昆蟲界的恐怖份子 第一個牠嗜血 牠喜歡咬溫血動物 被牠咬了之後 其養無比 而且可能會持續一到兩個禮拜 第二個 臭蟲他喜歡咒服夜出 是一個典型的夜帽子 第三 臭蟲喜歡藏在夾縫當中 譬如說牆壁縫 窗縫 椅子縫 桌子縫等等的都是牠的窩 另外臭蟲他也喜歡旅行 他常跟著旅行的物品周遊列國 所以小心 臭蟲可能會跟著你的行李 或者是物品回到你的家 跟你同居 我知道你一定不喜歡臭蟲 但是臭蟲可能如影隨形的藏在你的家中 那麼如何和臭蟲拒絕往來呢 我們知道有效的防治居家害蟲的三個必殺絕招 就是 一不要讓牠來 二不要讓牠住 第三不要讓牠吃 所以只要用對的方法 你就可以有效的防治臭蟲 所以首先 如果您從國外檢查 行李跟清洗衣物 這樣可以有效的避免把臭蟲虛帶回家 第二點 當您購買家具 不管是新的家具 或者是舊的家具的話 請您檢查一下 有沒有臭蟲的痕跡 第三個 建議您清理環境 隨時定期的去減少家裡面雜物的堆積 檢查看看這個牆壁縫 椅子縫 床縫 甚至於像是家裡面的床單啊 床罩啊 枕頭啊 毯子啊 地毯等等的縫隙 都可以檢查看看 有沒有臭蟲的痕跡 那怎麼去趕走這個討厭的臭蟲呢 有五個方法告訴您 第一個是困住它 如果你懷疑你家裡面的物品草汐 建議你一個大的塑膠帶 把這個東西放到大太陽底下 讓它曝曬 只要溫度達到65度以上 就可以有效的殺死臭蟲 活動力很強 所以你可以用七層的密度 第三個是清洗它 你如果懷疑這個家裡面的衣物 有臭蟲存在的話 建議你一個塑膠帶 先把這個衣物 裝在塑膠帶裡面 然後趕快拿到洗衣機裡面 去做清洗的動作 第四個是熱死它 家裡面用的蒸氣 密斗的蒸氣 它可以有效的去殺死 夾縫當中的這個臭蟲 第五個是消滅它 如果說真的情況嚴重 你沒有辦法去做防治的話 建議您可以請合格的避免防治液 到家裡面來做儲蟲的這樣的動作 最後 如果說你還想要提高 防治臭蟲的功力的話 歡迎您隨時 我們網站上已經建立了很完整的 還有合格的避免防治液的資訊 還有居家各種 派蟲的防治防保署網頁 防保署關心您